有人要问问题吗?等下,我看地下,我要直接 所以,抱上来 阿宝要讲见证 阿宝要讲见证啊? 阿宝要讲见证才可以问问题 对对对,讲见证,讲见证 其实是有一个下线,一个下线见证来的 只是我后来不要讲,他没有在 然后,没有啦,这样OK 是有一个下线的见证来的 他是在去年的12月啊 12月啊,然后他一会 你的线不好啊? 有,有,有,看到你screen sharing 就是我这个下线啊,就是我写的发现来的 他在去年,他是很难受孕的 很难受孕 啊,然后就死了 就怀孕了 所以他一怀孕的时候,就怨血嘛 怨了,他的血很低 一月去怨的时候,就11点多嘛 然后他,然后三、四月呢,就是下了嘛 下的时候,医生那个迷信就跟他讲 他挺有停血的 所以医生就讲,我不好 他需要一直去念 他一怀孕,他需要吃很多那种苦血的 他就吃很多,可是还是下嘛 所以,所以医病其实是Hermoglobin的肥丁啦 啊,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我就鼓励他吃蓝藻啊 他就一天吃10多20粒啊 然后他吃了,然后他1月份 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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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然后二月份 到现在他的血啊,其实没有在苦血啊 而是在Normal的流程上 他现在有5个月 5个月 非常好 很好耶,他真的是 因为他是有停血的 所以他这样,然后他现在很大量的吃蓝藻 因为不会很热啊 然后反而,宝宝不要见他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那么晕啊 像以前这样 非常好 真的是很好耶,这个见证你有share出来吗 不是哦,因为他没有跟他Live 哦,可以这样 等下你after这个的时候再share进口里面啦 谢谢咧,谢谢我们的阿宝妹 他那边真的是很多见证啊 很花长啊,我看哪里加加买买 从B到现在啊,你的主持里面的见证啊 不妙上第百个 你可以可以collect一个series啊 有那个 你的line不是很好耶 听不是很清楚啦 亲爱的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宝妹 你要问问题吗 哎呀,他的那个 他的hang在那边 ok 来,谁有问题 ok,这边有人问 有轻微贫血的人 应该怎样服用 一样服用有轻微贫血的人呢 我们的建议呢 就是早上5滴下午5滴 晚上5滴 分开的服用 从10到15滴增加到 20滴,20滴,30滴 它是不建议直接吃铁 但是因为蓝枣里面呢 它其实是 它是一个自然的铁 就好像吃蓝 吃苹果 苹果里面也是有铁字的嘛 苹果里面是铁字的嘛 然后你也是可以吃苹果的 但是你看你可以吃几粒苹果 才可以争取到一个所需要的铁 但是蓝枣里面呢 就有丰富的天然的铁 所以它可以吃蓝枣 所以放心的吃 大量的吃 所以为什么我讲吃蓝枣呢 真的需要大量的喝水 因为蓝枣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 就像宝贝喝奶 宝贝喝奶 为什么宝贝喝奶 很容易有汗 就是会出汗 可以消耗能量 蓝枣的能量 因为它有足够很多的能量嘛 所以它需要水分的 所以有些人讲 吃蓝枣会热 吃蓝枣会热 它是提供你身上更多的能量 它是可能会热的 就好像蓝枣 蓝枣是不会热的嘛 刚才我有讲嘛 蓝枣里面的铁呢 就比菠菜多五十六倍 然后我们是有讲对不对 所以可以吃 平选的人 可以自来找 自己自来找是非常好 What is the different of spirinol cockpit to outside market the different is the species so you can check outside 但其实我们的 spirinol plantesis 最重要的是 一百八天天 然后fully important from这个日本的 然后它是比输家聘 哦 比输家聘 哦 因为它是比一出的咯 哈哈 因为在外面 如果你在外面 没有人跟你讲解 也没有人 service 或者是也没有人 确保那个sauce 从来里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 要选择好了啦 那边保健 而且我们的蓝枣也 贵贵 我觉得ok reasonable price 啊 这个来自 Indonesia 的 如果它 弄碎了 那一个蓝枣的 这个营养 会被破坏 不会 不会 因为你弄碎的是 它外面的structure 也不是弄碎的里面 因为其实我们 是用这一个 高科技的方式 让这个蓝枣 因为蓝枣 它其实是 microorganism microorganism 对 所以它其实是打压 变成一粒一粒的嘛 所以它其实已经是 整个爽变了 它只是那个爽变了罢了 但是打 对 你要怎样讲啊 它是一粒的 一粒的 一粒的 蓝枣 其实在里面 是全部都是蓝枣的 所以 如果你分开 打一细胞蓝枣 就会蓝枣 就好像你 就好像一粒苹果 你打碎 你打碎那个苹果 吃的话 那个苹果里面的营养 成分 你还是吃到 苹果里面的营养 成分的 你不会破坏 掉那个苹果里面的营养成分的 因为我们的是食物 因为我们的是食物 啊 Thank you mentor 还有水 还有人家问问题吗 有些人CMI问题 有吧 哦 这叫做 哪里面的一定知 可以 这是很简单 这是一个很简单 所以 我是不知道 它是 成本成立的GMP的Standard 就是 阿森哥主教过程 Trash Manning Factory Practice 那现在有一些是成本其中一个吧 所以现在日本常常 正经到了另外一个Malaysia 成任了 所以我们又要杀力去重新成本 嗯 OK 然后 Cassie有问题 Cassie举手吗 Cassie有问题 来Cassie Jasleen Jasleen Jasleen来 Jasleen Jasleen 我想问一下啦 像我是癌症病患者啦 这样子我们讲 Cassie举手是吃免疫系统的吧 这样其实如果是能力上需要的话 要建议去把人打来吃Cassie举手先呢 通常这样子的问题呢 我都会讲的 它不是能力上的需要 它是身体的需要 所以它是需要来找 Cassie举手在讲解工作的 三样都要 三样都要的 你还是要建议它的 至于它想去选择呢 它是从它的Priority 当然是先选择Cassie举手 但是它还是需要补充身体的基本营养 它的身体里面基本营养 有癌症的人 它是因为身体里着代谢抵材 然后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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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不能够把身体里面的Ic胎吃掉嘛 嗯 所以它其实它有几个sector的 它不是因为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 还是要直接建议它 如果说 再加这个整个说 再加来 它是身体的需要 它是身体的需要 这样懒找的话 我们吃太多的话 我们会觉得 这样懒找的话 我们如果是一下子 他们有癌症的人 我们不可以一下子建议 吃很多 它说它那个反应会很大 不会得它身体里面 非常需要营养 它不会有太多的反应 OK好 因为它也可以 因为我这里 因为我这里应该是比较乱 可以可以 我们在建议这个人 建议谁 在扯里面听你的赖 OKOK 可以好 OK好 上线 上线 突然间听不到声音了 听不到我的声音 听到了 听到了 上线 来来来来 听到 我想问 我好像孕妇体质 如果比较日期来讲 很容易发热气 深奥色的人 这样子它适合吃蓝藻吗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蓝藻 只要会发热气 这样子它可以吃蓝藻吗 它需要吃多少粒 OK 它肯定是可以吃蓝藻的 就好像孕妇 适不适合吃苹果 适不适合吃 orange 适合吃 食物 吃菜 等等 其实它肯定是适合吃的 怎样吃 为什么我还是独立 身体比较容易热气 深奥色的 是因为身体的 就是一个基本酸性 身体的酸性 或者是基本的那个健康 基本的营养 可能它已经不够了 它更加要补充 而不是因为蓝藻 造成它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要吃蓝藻 它可以选择从少量开始增加 它可以从 看它热到什么情况 有一些人则是吃一粒 就开始调理化妆了 大量的喝水 补充维他命C 吃许多多 都可以帮助到它的 这样 这样肯定是适合吃的 它从少量开始增加 然后真的是大量的喝水啦 吃什么东西都好 其实每一天我们身体 其中一个身体 都80%是水做成的嘛 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荷尔蒙 我们的口水 我们的内分泌 全部都是水的 所以一定要喝足够的水的 足够的水 OK OK 好 好可以 谢谢商店 还有一个东西想问 孕妇 孕妇啊可以喝manyfic吗 孕妇可以喝manyfic吗 像上次我讲的咯 孕妇当然是没有讲可以 还是不可以啦 因为我们的manyfic是天然的 只是它不会是孕妇的priority咯 因为孕妇啊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啊 我们的那个荷尔蒙 其实可以让那个女性很粗解 然后也可以自己可以制造啊 很丰富的这个collagen了了 所以其实它可以吃 只是它不是很直接的可以防止到它啦 在它怀孕的过程里面 所以更直接防止到它了 其实是准备和这一个懒角了 好讲 许禄多也是可以对吗 可以可以 好可以 谢谢上线 是的 为什么 环境的妈妈我们都是鼓励吃许禄多 因为环境的妈妈最怕的东西是 环境最怕就是生病 因为环境的妈妈生病的话呢 你要吃又不吃 不吃又不吃了 对不对 你吃药你就怕哦 你不吃了你就怕 所以你吃许罗多能够 帮助你减低你生病的风险 或者是你生病了 你吃antiphylactic 你又不吃不可以哦 如果你真的生病的话 尤其是怀孕的妈妈 咳嗽是最怕的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怀孕的妈妈 咳嗽很辛苦的 因为你怀孕嘛 一直咳嗽你的 发射一直这样 所以呢你吃许罗多呢 有好的 好处它能够 它能够你不是吃药嘛 但是我们的许罗多是防身的嘛 所以帮助自己生你的这个 你的系统然后减低你生病的风险 或者是你生病可能生天 二十天才会好了 但是你不能生天就好了咯 OK 所以这边要补充了 就是感觉上个星期 没有进到我们Custroom的 其实呢 你们可以在市场上找一些 关于螺旋找 螺旋找就是蓝导 然后市场上其实有很多 这些书呢 其实都是讲来包围关系的 然后里面这边呢 其实就讲营养链的啦 这个营养链呢 有46种必需营养 每天我们生成 所需要摄取的 然后呢 我们看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摄取的 蓝藻里面就有所有 所需要摄取的这一个蓝藻的啦 哎 蓝藻里面就有所需要的摄取的 都在这个里面的营养力里面 然后蓝藻里面都已经有了的啦 所以为什么是蓝藻 是非常直接有效的 OK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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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就有分 我没有办法一次次 鼓力要如何开粉色 你可以像baby 这样冒磨成粉色吗 他是没有办法 分鼓力还是觉得 分鼓力反应多大 啊 所以你看你的问题 或者你可以开 卖问 对于成人来讲 那个分量啊 鼓力算是非常非常超的 所以 成人的这个调力呢 从鼓力开始 可能会多一点 吃多一点 Vitamin C 或者是水果 这样那个调力反应 会比较快破 然后也没有这么 这么大的调力反应 OK 你修 另外的就是 OK 小琴有问 很多人担心 日本来的 有辐射 才能够回答 所以 OK 这个我们都讲了 蓝藻 是已经存在的地球上 超过 36亿 37亿了 所以 它是超级超级超级 肤色的心怀 所以 基本上 任何的这个肤色 都会影响到 这个食物的 就是蓝藻 然后 当然 如果你讲说 日本的 这个 那个所谓的 就是的 什么会被影响到其他的日本产品 其实 每一个国家在进口的时候都非常严格的去 管制 这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都不太需要打击 对的 OK 然后 吃了五粒就生病 它的意思是 哦 这样子你就从少量开始吃咯 就少量咯 你就从一粒 开始吃到两粒 吃到三粒 吃到四粒 吃到五粒 一直增加咯 但是你的身体是 身体是随便的 如果你想说吃五粒生病啊 你可能吃一粒 也是会有反应的 对 因为那个是神秘的吧 对 可以 没错 方谢请问 胃生流已经解除了 然后可以用蓝藻吗 可以 可以 肯定是可以吃蓝藻呢 嗯 哦 对 对 怎么样 with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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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不要打招呼,你只打招呼,就打招呼 OK啊? 因为通常啊,有些人味道很敏感啊 那个蓝爪你开啊,我的蓝爪都带到下来 你开那个罐哦,你不要嗅 你不要拿整个罐来嗅 你开了是不是,你看那个盖嘛 你把蓝爪倒在那个盖里,才嗅 你就嗅到很香了 你整个关嗅的话呢,你就嗅到整个很丰富的味道嘛 所以有些人不习惯了 但是我吃蓝爪是用来咬的,一力一咬 很好吃的我觉得 他不喜欢就拿来换咯 或者像这个蓝花酱啊,插一些水果 salad 啊 放在上面,放着是很多 dressing 还有什么?还有谁用问题? 上面我有见证要讲 我有谁,来 这是谁? Joyce 来,见证要讲,来 OK 大家好,我是Joyce 大家好,我是Joyce OK 大家都很多跟我一起,有一起生活的人 我都知道我很喜欢吃酸跟辣嘛 然后最近,我真的是吃到很辣 然后有时候是肚子很饿的时候吃哦 然后吃了过后,肚子就会很不舒服 但是因为我贪吃嘛,我还是选择辣 然后当我肚子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拿蓝爪来吃咯 真的是很见效的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舒缓肚子的不舒服啊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蓝爪很含着的身好 其实不会多的,我肚子很不舒服 我只是吃一点点五六粒罢了 一点点罢了,它都会有效果 这样你是含着吃,还是你是直接吞下去吃? Jasmin Jasmin就直接吃了 我是直接吞的,我是不敢拿来咬的 我也是不敢,我也是不接受那咬的味道 所以吞咯 而且蓝爪生小力很容易吞 非常好 嗯 可是不要每次这样啦,不要每次肚子很饿啊 吃辣辣啊,然后再吃蓝爪就不好啦 哈哈 因为你是辣妈妈,所以你要吃辣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谢谢我们的Joyce分享她的见证耶 耶 还有人问你 呃,对一个,红雪球过高,吃蓝爪可以吗? 可以呀 因为蓝爪是一个食物啊,不是只是补充红雪球 或者是铁钢红雪球吧,它是可以平衡的 对 而且它是提高我们红雪球,就是身体里面的红雪球 所需要的铁,铁质啊,然后带氧啊 那是什么? 对,过高吃是有问题的,它会把它掉回来 对 然后上线地中海平血症应该吃几粒? 地中海平血症应该吃几粒? 地中海平血症一天应该要吃100粒 其实我们的资源哦,有蛮多是地中海平血症的啦 肩围啦,KC啦,琪琪啦,等等其实有蛮多的 但是你看哦,它这个低伸状态 以前哦,琪琪风有塞嘛 以前琪琪每次看到它黄黄了 然后累累的,然后很容易累的 然后很容易黑青 因为地中海平血症的人哦,它的血哦,会自动爆裂的 它就很容易黑青了 它可能冻到一点呢,一点也慢了 可能这样子哦,只是风敲了一点就黑青了 因为它的血爆裂了 所以这种海平血症的人哦,它的那个造雪量要 造雪的那个速度要很快的 所以呢,它肯定是能够自蓝岛的 因为蓝岛能够写住在这方面 而且蓝岛里面的这一个 是很容易吸收 没有,它有那个四大天蓝色素的其中一个 叶绿素 叶绿素 其实就等于叶绿素的那一个 那个 structure 就等于我们的那个红血球是类似的嘛 所以它就等于被称为蓝色血液 所以是地中海平血症是很好的 100蓝是两次的,可以有分成 啊,15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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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啦 分成四次到六次吃啦 即使吃蓝岛是没有分之后的 任何时候都没有吃的爽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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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谁 I got testimony to share from Chloe Chan 耶,来来来, Chloe Chan,来一起 我用,我用FestMean的account啊 因为没有,没有,我都进了 哈哈哈 OK,之前我还没有自蓝岛之前 我的晒光啊 晒光啊 晒光 晒光 然后每次我上下车 哈哈 我在隐形眼镜 然后每次我下车的时候 都会有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的 然后看那个灯啊 就会有一条线了 然后我吃了蓝岛过后 那个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 除以不见了 哦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就是那个光的线 啊,光的线 光的线 哇 然后你的那个 当然了,因为有被打 被打红萝卜是吗 你的那个眼睛的那个问题有多久了 呃,那时候是因为 所以可能看手机看太多 我就很疲累啊 就突然间发现到 为什么晚上驾车很辛苦 因为我们那时候整天驾驭车回满 所以那段时间就眼睛很疲累咯 呃,过后我们就吃 那 就一天是差不多二十粒 然后呃,应该是 之前过后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哇 哇 哇 真的是蓝爪里面有菠菜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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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还有吗 耶 耶 然后有人举手耶 依依要分享见证证 等下我回他们几点 等下就到依依等证证 什么 我相信我有运动喝 不敢喝奶粉 或者是奶味的东西 所以 可以用slender spill来拍皮吗 可以 可以用slender spill 加蓝爪 就把蓝爪抹成粉 倒在那个slender spill里面 然后这样子的吃 然后这样子的喝 ok 然后有谁 等下还有一个问题是 那一个什么lemonate 那个是lemonate 那个是lemonate的recipe 哦 所以不敢 所以不喜欢那味道 所以餐进果子 餐进果子 重点它是 重点它是 重点没有 重点它是send给我罢了 所以你要copy paste send去general purpose everyone 给人家看 他的special resume 那个什么recipe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当天 没有了啥 有谁要问问题 就打开麦 问问题 因为我读不到 我没有认识 现在我可以选择 如果你不要我先 谁谁谁 我请你听听 啊 琪琪 ok来 琪琪 琪琪分享 地中海平选 Alvin 听 啊 琪琪 啊 琪琪 啊 琪琪 其实哦 呃 就很容易累了 每一次哦 真的是 如果我早上很早起来 不就很早啦 差不多早 对别人来讲 可能都不是很早 然后哦 我差不多下午的时候 我就累了 我是喝bifu 我喝bifu before睡觉的时候 我喝bifu 然后 the next day 我很精神 然后另外的就是懒早咯 如果我累的时候哦 我是懒早咯 我是马上 真的是满马上一下的啦 都会精神的 然后我是可以咬的 因为吼 我是不会怕那个味道 我如果要快 我不要看到 我去接appointment 我不要看清晴 我就哭咯 但是如果我驾车 所以很累的时候 我就是拿来咬 我就可以马上 我好像很省省这样的 啊 啊 啊 省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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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是多少匹呢 我20粒这样咯 应该有啊 我没有算啊 我没有算 我觉得搞出来 你每一天是20粒 还是20粒 一天呢 每一天呢 每一天是20粒 啊 大概啦 因为我都没有去计算 肯定是超过十多粒啦 20 可能是这样 然后 还有的就是我有胃痛的问题了 是 我一直来得胃痛的 我是如果 就是慢了吃东西的话 我就会胃酸菌来嘛 然后我吃蓝宝哦 就真的是可以帮助到 我的这个胃痛的问题 再加上 很那个 啊 和胃痛的问题咯 我想问你 你胃痛多久 有 一千 到现在 我是应该 大学是有的啦 中学我忘记有没有啦 大学是肯定有的 所以我的包包啊 我一定会stand by 干凉的 啊 我一定会stand by的 车啊 包包啊都会有干凉的 我怕我一饿哦 我就手震 我就胃痛 我就胃脏 胃到很辛苦的 辛苦 啊 的确 啊 然后过后 现在咯 如果 我知道 我要肚子饿的时候 刚好 有时 没有办法马上吃到东西 没有干凉的话 我就会吃蓝宝咯 或者现在有时来吃蓝宝咯 打一个底咯 要保护脂味啦 所以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营养呢 我们的那个产品 我们讲去融合我们的产品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达到这一个Quality Health的那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没有知识的随便随便吃 人家讲什么好几件 所以为什么我讲哦 做保健 我们更要懂得去分配 讲去有效的运用产品 让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健康 好 谢谢我们的七七 然后我们一一一一一要分享应急所调 也有很多蓝宝的见识 总算了啊 上边 哈哈哈哈 然后就跟着你要讲我是营养 我是新的 RCCA 哇 今天是见证分享者 哈哈 我其实来吃蓝宝吃了 没有超过四个月 因为之前我都是很怕要吃蓝宝 以前一次蓝宝吃三粒 我就会喉咙痛 我就会发高 然后四次我就try B1的哈 就try我们的蓝宝咯 就赶赶去try 因为我看他们讲 额头晕啊 就是 血 我去查我的血 我很容易会blank out 然后我很容易晕倒的 站太久 然后 我都没有这样的状态 偏其实吃十粒啦 如果我是肚子很饿的时候 我就会吃两到三次 因为肚子饿的时候我就会胃酸 我的胃酸会导流 and then 还有很多那个泡泡的部分 所以肚子会做到很危险 然后我就 自然找 这几个月都没有发生过啦 哇 吃他的时候 还是会很痛的 因为我是从小胃痛了的 然后从小至几岁 呃 从我懂事过后 直到会胃不舒服 或是我吃鸡肉 他会不消化 我会就是吐尾出来啦 and then 嗯 嗯 肚子饿的时候 我就会手抖 我就 呃 不明白为什么 我就瘦不下来啦 之前 然后现在 然后现在 就是那时候 健尾 他分享了过后 我在想 我的朋友 就叫我 咦你要吃你要吃你要吃 你要吃的蓝藻 然后我讲okok 这样子我就去蓝藻 然后就是健尾 就分享了 哇 太给了这个蓝藻 不吃真的是很难配 哦 它是最大的一个 呃 产品来的 如果吃 比如多的话 真的是 难找先 嗯 嗯 嗯 啊 真的是很合理的 一个产品 因为我这个 那是很肚的 产品 产品是很肚的 产品是瘦下来的 嗯 嗯 我之前 我会很饿了 我就吃很大量 所以 Agnus跟Chloe都知道 我吃东西 是很多的 是挺不下来的 所以他们两个都知道 Agnus就时常介绍 我就讲 这个上线哦 你要给他吃很多的 因为他的肚子 可以装很多食物 我 我 我只要来 找工作 我就不用上 钱这样子 是空啊 有保感 啊 我不会说 一直很饿很饿 又不会有 因为之前 我一毒只饿 我其实会 发脾气的 哈哈 哈哈 就 就 因为来 找我 你有 突然 很想要 马上就要吃东西 他里面有很多水果 哈哈 我没有水果 啦 我里面有 鸩干 有 巧克力 有糖果 糖果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 都不下来咯 所以现在我不用 放这些东西 我只是放蓝藻在我的袋里面 真的是很想要吃糖果 就那个蓝藻 因为我看到琪琪这样吃 哎 他讲没有糖果啊 吃这个很眼碎 他就一直吃这个 哈哈 所以我就想要吃这个 就是减少这些 bad habit 不吃peep beets 吃蓝藻 然后 然后 我的嘴 之前我做facebook live 很多人叫我喝水 因为 我的嘴 干到他那个 死皮一直在这边 不会讲没有啦 还有一点点啦 我觉得这个是 deficiency 来的 我之前都没有发觉到的 因为我一直喝水喝水 我只要觉得怎样 普通不到我的水分 然后 吃了蓝藻 我直接不会觉得很累 要不然以前我是下午一定要去 睡觉的 我很累很累很累 我没有办法开我的眼睛 所以我一直想要睡觉 然后吃了蓝藻 他们问我 你这样精神的 因为你现在没有发生 哈哈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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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会 觉得比较 性能 专注力 比较强 因为以前是很成全的 上课我就等睡觉而已 哈哈哈 非常 非常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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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了 然后 还有 那个 指甲 那 指甲 之前我以为 只是喝蓝藻 然后有一阵子我就很懒 现在全部都开始看指甲了 啊 看指甲 所以说不到你 因为那天去做了指甲 啊 我的指甲就好像人家去做了 buffing 它是特别亮的 然后吃了蓝藻 所以那种 人的指甲会很弱的 头发会很弱的人 呃 可以吃了大量的蓝藻 所以 从 一粒开始吃 如果是觉得怕的话 一天再加 我是慢慢加 加到十粒 现在可以吃二十粒 都没有问题 耶 太棒了 所以 一定能见证哦 真的 吃蓝藻 原则会发热器的人 不过现在是可以吃二十粒 都不会发生 是的 因为蓝藻是一个天然的 营养食作品 对 蓝藻 而且它 啊 yes 它其实不是蓝藻的 蓝藻的名 它其实是应该是讲比蓝藻 比蓝藻的更加蓝藻 因为蓝藻的是Synthetic的 但是我们都不是 我们是天然的 蓝藻本身里面就有很丰富 里面的所有应该要有的 都在里面了 而且我们身体所需要摄取的 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 啊 什么一个 那个什么 啊 那个什么 美丽的意外 啊 每天我们早上 每个星期四早上 啊 我们每个星期四早上 其实都有 classroom 这一次第一次抓我们的 这一个 第一次抓我们的 啊 主缘呢 啊 不要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我们第一次呢 我们就讲我们的身体 和需要的营养了 我们已经讲了 part one part two 所以今天我们讲 马马河北地区所需要的营养 我们已经scoped down进去了 了 所以呢 啊 当然你们更多的上限 其实都会把这个castle 给更多的指示了 我们早上呢 这几个开放给更多的领袖 对产品指示 然后对调理反应 对很多啊 或是我们扑过我们身边的人 所面对的状况 更有心情 更有知识的去回答他们 或者是面对他们 面对的状况 因为很多时候 是因为我们前发过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个星期四 早上呢 九点半到十一点呢 我们会有一个话说 前面半小时就上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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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呢 四十分钟呢 是给他准备的 哦 也差不多到了 十点五十分 还有十分钟 如果有人要问问题 关于今天的 topic 你都可以问 还有OK 啊这边 有一个 Merry他的 我跟他 他讲 刚刚 他问一下 他是早上五里 晚上比较久 如果要增加 应该如何是 你是没有分时间的 早上五里 晚上五里 那个是让哪一个人 容易记罢了 就是让早上 你想到就可以去 任何时候 任何时间都可以 对 他要在什么时候增加 好吧 OK 来 尚先 尚先 哎呀 当我们在早的时候 很多时候 人家 哎呀 你们在卖着这个产品 肯定是很抗笑的 然后 在上个星期 我们就有上一个老师 他是 然后也是 也是 也是博士 然后 他就有跟我们分享 其实 呃 那时候有建议讲 哎 孩子菌痕不营养啊 呃 只是单单要吃饭了 然后又不吃其他的东西 然后 啊 父母亲要怎么办 然后要讲给孩子菌痕的营养 然后 他讲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 一些 给小孩子吃的 其实是没问题的 里面他就有提到蓝藻 他讲 尤其是吃素的 然后蓝藻其实是很重要 帮助菌痕的营养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一个在场的父母亲都有 呃 就很impress 哦 哎 哇 原来蓝藻真的是这样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增加 信心 对 嗯 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 然后我的孩子也是很喜欢吃 因为蓝藻其实是有科学的验证 然后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啦 有很多的 嗯 这些专家 其实他们自己补充 应该也是补充难道的 只是等于是选择罢了 是 是 嗯 这是属于补充的 建设怎样 好了吗 还有没有吗 还有10分钟 有人要问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提早10分钟接受 有吗 没有的话呢 我就在这里推荐啦 请大家去找这本书 上个星期我也是推荐的 叫做 别让不懂营养学的Ethan Hyland 这一个 What's doctor doesn't know about nutrition medicine may be killing you 这个是一个唱歌出来的 纽约时报最佳唱销 最佳健康唱销 大家要去找这本书 然后看东西呢 你是增加自己的知识 增加自己的这一个 真的是增加自己的知识啊 你看到你就很有信心 你就很知道要讲去市场上 或者是最重要是帮助自己先啦 没有帮助自己 怎样帮助别人呢 不要帮助你出来 别让不懂你啊 学的一本 学的一本 有学的 我们的Uncle Tan在新加坡有进来是吗 Uncle Tan有东西要讲啊 是啊是啊 上线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恭喜你 我们的ECA 哎呀 谢谢你 很开心啊 我们看到你上 或者是跟曾在一起 哦 好可然 哈哈 小梅上上线 啊是 啊 蓝藻啊 啊 是 主要 是 可以帮助到什么 蓝藻 蓝藻 OK 刚才你明示要不要紧 蓝藻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啊 均衡营养 因为蓝藻 我们每天呢 我们身体呢 所需要 就从食物中测进肚子里面的营养 每一天有必须的 46种营养 当然有一些是我们身体可以制造的咯 在蓝藻里面呢 就拥有这46种必须营养 直接我们就可以摄取 然后身体我们不能制造的 不过我们一定要吃进去的嘛 蓝藻里面就直接有的咯 所以我们100%可以从蓝藻 摄取到这个身体无法制造的 这个基本营养素 46种必须营养 然后最重要是有一些营养 我们这些基本营养素 是每一天都会被排挤出来的 每一天都会流失的 一压力啊 一生气啊 一伤心啊 它就会流失的 但是蓝藻里面呢 你就可以每一天都补充 一点点 每一点点 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减化 然后最主要就是让我们身体 补充 最直接的这些微量营养素 排出的 什么 好像啊 还有就是有大白质 啊 ok 那么年纪大的啦 然后找人家骨骼疏中 会不会有帮助到 不会 肯定会有帮助到 肯定会有帮助到 任何人其实都可以帮助到 任何人都可以自来找 来找来找 可以帮到任何的人 因为它是一种食物嘛 就如果你是说针对骨骼疏中症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的那个蓝藻的分量要增加 然后你要看那个蓝藻的问题是多严重 如果是很严重的话呢 你要在市场上找另外一种 蓝藻再加上这个盖子 叫做Ionized calcium 然后我找出那一面 因为呢我们其实身体里面有这个营养链 刚才我说大家的 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营养链 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营养来的 这个营养链 像蓝藻里面其实就完 就有这一些所有的营养链 这样哦 像你讲 我只吃骨骼疏中症 我只吃盖子可以不可以啊 你是盖子罢了啦 你的其他的你都没有营养啊 你的链是连接不起来的 所以你要吃这个蓝藻再补充 这一个盖子的话 你就能够把这个营养链的 更全面的链接起来 明白了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小朋友 谢谢 谢谢 太开心了 现在要讲解裤子了 谢谢你啊 好了 哇厉害 非常好 现在要讲解裤子了 太棒了 我们长哥大 76岁啊 刚刚喝过我们的这一个 不是 他是去年77岁 今年78岁啦 喝过我们的ECA 哎呦 明天做了B1 所以D0D 这个是链接什么 谢谢上席们的分享 本来我对蓝藻有很不了解的 只是听很多人吃了很热 我是热体质的 所以一直不敢吃 现在听了你们的分享 然后马上去买 因为我和孩子都需要谢谢你们 哈哈哈 okok好 来有谁有feedback 你们可以写进去 肝肉醇나好了 你们可以写进去 咱们 של D0D 有了 有牧师也有 她可以写进去 好 有很不 尹迹 很激 呢 你 需要 尹迹 Cons 他应该要怎样吃,他应该要适量的吃,他不可以不吃 他,原来我们的身体原本需要 protein的,原本都需要 protein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的 这样如果菱尼菲利的他需不需要,他需要,他更加需要 good quality protein 南岛里面就有 good quality protein,因为我们的植物容易消化,然后是植物大开 只是他不能大量的吃,他不能好像我们这样,10粒20粒100粒这样的吃 他可能是要鼓励,鼓励,鼓励,鼓励的吃 讲咯,上线,上线,上线 上线,我想问一下,下线,下线 如果是他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他需要配搭 他其实是15岁而已,然后他不喜欢喝水,然后他就验到这一个东西很高 所以一定要喝水的 对啊,最直接就是要喝喝一点水 是啊,因为 protein高就是因为kitty的那个代谢,或者是kitty的这个 overloaded 对,他的确是一定要大量的喝水 哦,okok,这样就是先,他的那个燃爪就是先少量啦,然后再配dash耳朵 应该讲,可以再加上的是败血功能的,就是败血 败血 这样咯 明白 还有穿过几个话就更好咯 OK,谢谢SaiShare 鼓励了大量的喝水啦 这是雪 好,谢谢 还有水,几点了,现在10点57分,耶,要放工了 好,谢谢SaiShare 有这个说明,我看到这说明连 如果有的声音,有些计兴登台 是最后呢,这些伙计的说明连 是不太太是什么 是什么,什么 这些说明连 这些说明连 是正确的 好,有些说明连 有很多不特别的说明连 他自己知道 有很多不特别的说明连 有什么有关 啊,Facebook 社会讲连 社会 有很多不特别的说明连 要不然麻烦很混乱 对的,所以我们所讲的呢 第一,我们都是从书本来咯 第二,我们都是根据WHO的最难少的评价 去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不需要担定 然后上线小便流 吃太多蛋白质应该怎样吃 刚才我已经回答了凯因的问题 和你的类食 所以,大量的喝水 然后蓝藻的话就不要太大量 四量四量 四五到十四量 OK,也确定回答到 还有吗 10点58分 It's the final countdown 来 没有的话,我们就要下课啦 好,so before 下课之前我在这里有一个 就是,如果你要对 蓝钊更加有信心的话 除了它的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 然后最重要的话 你可以上去Google那边 check一下这个蓝钊 然后看一下蓝钊的video 你会发现到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食物 好,soy 我们希望明天的这个分享 可以帮助到大家 是的 是的,接到时间 你要下课啦 是的,接到时间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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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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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